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我闻医院 我有那样的经验 在超过50%以上仍然 住户不想改进的情况下 做这件事情其实它的难度非常高 但是我们最后 我们用尽了各种的手段 那么住户在 还不晓得未来改进是什么样的情况下 竟然可以办欢送会 一起来欢迎说我们离开 要进行一个迎接新的未来 那一天市长其实是从中安部回来 市长就问我说怎么回事 都还不晓得未来是什么样子 就要办欢送会了 所以这个其实是 这些所有的点点滴滴 其实都因为市长的支持 让还有很多事务团队的 共同的合作努力 让我们有机会 创造一个新的点换 事实上我好像加入市长的研究室 就是我们科教授的研究室 然后做四年的博士后研究 那每天跟他开会 就像是跟指导教授 报告论文进度一样的紧张 生怕自己准备不周 然后进度不如预期 然后被钾被钉在白板上 那事实上每天的成会 也看到很多同学 也都被钉在上面 那我们都是奴履薄兵战战兢兢 那因为我们科教授 他拥有我们指导教授的所有特质 就是特别聪明 而且也特别的有批判 那也特别的固执 那我想这些也都是造就 我们有一些不错研究成果的 一个重要原因 那我们在整个数位转型上面 我们台北市不管在智慧城市 大数据中心 还有包含我们 推出了台北通的整合生态系 还有我们用台北ON 这个把我们的公务生态系 也把它建立起来 那最重要的 我们把工部门里面 最繁复的工文跟核销 也都数位化了 我想这些都是奠立了在我们 台湾工部门的一个很新的一个里程碑 其实八年来市长每天都参加成会 那我想这个其实对于市政 你要有一定的热情 还有一定的坚持才能够做到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精神 其实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那这四年以来 我其实以身为台北市政府财政局长为荣 那财政其实是市政的基础 那市长很重视的是 金石管理跟落石财政纪律 那这八年来 我们其实整个市府的团队 大家都很努力的在开辟我们的裁员 那包括我们有房地税制的改革 还有我们做了很多的招商 我们一直在活化我们的室友财产 不只在税入面我们很积极 在支出面我们其实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建设 那做了这些之后 我们还能够还债570亿元 我想这个是很棒的 我在市政府服务 29年 一经六个市长 从来每个市长一上任以后 到我们特殊学校 四个特殊学校 科市长在上任第一任的半年内 就到四个学校去参访 回来以后 就指定一个 这是现金国家都没有做到的 就是对侵入学生的照顾 医疗照顾 我们现在已经有四个学校 在从事这方面的医疗照顾 侵入性的喔 学校老师都很紧张 看市长说拜托 卫生局 我们给医护人员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有四个学校 在从事这方面的照顾 市长是 烦喔 实在是 还当市长的发言 怎么 跟市长每天早上起的门开 也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已经被训练到6点25分 就会起床 把6点30分的闹钟按掉 是一种职业伤害 那市长总是希望我们把事情 除了做好之外 还要再想 之后能够怎么样做得更好 那观传局这几年 也谢谢市长的信任 因为我们在很多大型活动上 总是求新求变 市长从来不会 认为我们做的哪边不好 他只会问我们下一次 怎么做会更好 那市长也是非常严厉的 果然这是真的 我还记得 防疫确诊的 那个确诊的那个 旅馆要找的时候 我跟 王副总在外面 就是每天晚上 真的是最怕接到 珊珊的电话 或王副总的电话 说房间不够 所以我们每天晚上 就要再找房间 找到凌晨一两点 然后隔天 市长就立刻去看 就是这种 一天内 就把所有事情完成的事情 其实是很感谢市长相信我们 然后我们把 跟同仁一起把这任务完成 第一个各位知道 小灯泡事件 当社会一片 刮刮刀的时候 只有柯文哲 交代的是社会安全网 全台湾头一个 做社会安全网 其实是台北市 我们也很高兴 因为台北市做 所以中央跟进 是 当全台湾所有的首长 一直在拼公拖一定 要四十个 四十个开幕很开心 很疲倦 时 只有台北市政府 因为都市的特色 他要求当时的许立民局长 要去那个十二的 就在社区旁边的 当缺疫苗的时候 只有怪财 柯文哲 想到的是 街友是城市的一部分 所以全台湾 第一个街友打疫苗 是台北市 凡此种种 对一个医生来说 对一个市长来说 也能做很多事 但是 在乞业社会业业业 其实市长 每一步的做法 他都交代我们 我们必须承认世界不美好 所以弱势存在 一定要对六十个角度 出门 台北市长 柯文哲执政八年 总是想着 要留下什么样的台湾 给下一代 勇于改变 每天都解决一些问题 累积起来 城市就在进步 超越许多国际城市 我们成功的推动市场改建 完成了最困难的 斯文里山群公伴都更 我们建立了公民参与的机制 让市民朋友可以参与政策的规划 我们已经完成了超过一百座的 共同市公园和游戏场 打造了族群 跟世代共同的社会 我们盖了两万户的社会住宅 推动多元的社会住宅政策 让每个人有安全跟可负担的房子补助 我们重建了台北市的财政距离 完善五百七十亿 让台北有更健康的财政结构 我们制定了完善的慢老政策 让长者有健保的补助 以及更好的社区医疗招呼品质 台北市有最完整的优托政策 我们让青年父母可以勇敢成家 有一个可以安心养育儿女的环境 我们持续推动城市与产业的创新政策 给年轻人创造一个不用害怕失败的环境 这些年来台北已经不一样了 这些成就的背后 是所有市民朋友的默默支持 还有我们事务同仁的努力不懈 谢谢你们让这些改变得以成真 是你们让我们找回城市的光荣感 市政工作相当繁杂 也充满了许多挑战 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很多很困难的决定 我也常常告诉自己 我们到底要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台湾给下一代 我们所改变的现在是下一代的未来 每次想到这一点 很多困难的问题都可以找到最好的解决办法 客户者也替自己的行政团队打下高分 并总结八年执政留下四个字正值成信 表示台北已即改变成真 希望能持续发声 让市政一棒接一棒继续努力持续前进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新一区嘉心里里长政治要 童心大发玩跳格子 这不是在公园 而是在嘉心里的一条后巷里 为了让后巷美化再升级 里长积极争取发挥创意 在里内选了两条有行人通行的后巷进行大改造 嘉心里呢 我们在最近完成了两条后巷的特色美化 那当初为了做这个特色美化 其实是有些考量的 第一个呢 其实陆陆续续我们在做后巷美化的时候 其实一般来讲都是采用这个叫做磨石子 那在做这个后巷美化的当下呢 一方面是可以将后巷做清理 然后后巷的水沟也做一个整理 那但是呢 我们发现有两种有那种特色的方法 可以让这个后巷更具有这个美化的空间 然后要更活化 那这个必须要这个后巷是这个有行人可以经过 而不是一般的这个住户后面 然后都是没有行人往来的 所以他必须要这个条件才可以做特色美化 那嘉心里我们这次做了两条 一条呢是用的这个跳格子 我们用跳格子是希望 未来我们会希望在这个部分呢 举办一个这个老人家跟小孩子 在这边有一个跳格子的一个游戏活动 这个发想呢最主要是有一个老人家 有跟我讲到说他带儿孙子去啊到公园去 有这些跳格子的这个游戏 这个地上的这个画画的这个东西都不错 但是呢嘉心里因为没有公园 它也没有什么绿地的空间 所以说我都在想好刚好利用这个后巷 来做这个跳格子的这样的一个绘图 然后希望可以在这边办活动 另一条以蓝色为主题背景的后巷 则是在地面绘制的两台F16V战机 让特色后巷变成了嘉心里隐藏版景点 另外一条呢我们做的是 两台F16V的这样的一个绘制 那当初呢也受这个发想是 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国内之前 有准备进一批美国的F16V 第二个是因为汤姆克尔斯的这个 Top Gun 2的再度在国内 引起这个热烈的回响 所以说当初就想要说 把这个遨游天际还有这个国家的这个F16 这样的一个概念 用到我们的这个后巷 让大家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喜悦 所以说当初这个有这样的两个发想 刚好应用在嘉心里的这两条特色的后巷美化 至目前为止呢 民众给我们的反应其实都蛮好的 还蛮热烈 因为其实这样的一个特色美化 尤其对于没有公园的嘉心里来讲 其实多了些温暖 大家不再看到地上呢 不再是冷冰冰的水泥地 或者是柏油路 而可以 例如说经过的时候 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地平喷花 然后这种美术的这样的一个图案 我想这个不管是大人小孩 其实目前为止 接到的回馈都还蛮好的 有别于传统的喜十字后巷 嘉心里里长政治要用心美化 将后巷结合同趣与艺术再升级 也让民众来回于后巷时 增添许多生活趣味与话题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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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 快 再以各种名义拒绝对线 直接封锁被害人 初步清查超过50人受害 诈骗金额高达4000万元以上 刑事局针灸大队今年从16分析出 有一个假交易投资诈骗集团 那进步我们扩大侦办 发动多搜索 总计查获了王姓范贤的22人 羁押7人 其中2人有黑道背景 那我们总计查账户 提款卡 汽车等证物 那初步清查被害人超过50人 财产损失打新台币4000万元 那这个集团 他在脸书IG创立帐号 发布投资新的 以豪车金饼名表 开箱和炫富 吸引民众加入高贵goldmarket的假投资平台 再以假扮的头顾老师 用话术诱骗被害人 投入大量的资金 最后不出金进行诈骗 那警方在此呼吁 网路标榜高头报 零风险 短期获利的都可能是诈骗 请拨打16反诈骗专线咨询 最近行业局破这些重大案件的一个解除表现 我们特别来鼓励 那今天行业局也结合台北市台中桃园等 几个县市的警察局 再次的增破假投资的一个诈骗案件 这个假投资诈骗案件总共有22人所涉及的案件 其中主权还是帮派分子 天道盟的帮派分子 以及地方角头共同组成的这个诈骑集团 那这次22个嫌犯来神之以法 被害理由达到50人之多 那这个案件 它所诈骗所被害的 骗集的双北地区基隆 以及台中等地区 那在侦办同仁的一个辛苦的一个层层追查金流 以及长期监控 发动速波的一个居体搜索行动 行线来一起破诈骑集团 那查够了上千万的一个不法所得 那再次要特别感谢我侦办同仁的一个辛苦 那保护了民众的财产安全 那我想诈骑集团 尤其假投资的诈骗案件 是以话术来宣称 低风险高报酬的一个获利情形 那长时间的一个布局 让民众慢慢陷入下去 而且吸购了这些假投资的一个标的 一步步引诱民众来被骗 附入到千套 那我们在此也特别呼吁民众 不要受骗像这种假投资的一个诈骗 那大家也多了解 侦办毒品诈骑或者枪械走私案件 往往都有幕后的黑道邦派的影子存在 那黑道邦派是诈骑以及其他犯罪 它的一个身材的一个来源 那我们尤其黑道邦派所涉及的这些犯罪 绝对是组织化的一个分工 而且暴力的一个手段来造成人民财产上的一个危害 生命上的一个危害 专案小组自今年1月起共发动五波行动 拘捕王贤等22人盗案 查扣汽车笔电平板手机提款卡存折等证物 取案依诈欺洗钱防治法 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侦办 记者领期会台北报道 泡面是许多民众方便吃一餐的好选择 为了让面食口感更贴近现煮面条 在台湾一年销售超过3亿包泡面的食品龙头业者 开创出用冲泡就可以吃的非油炸面体 以专研技术保留完整麦香与口感 就像现煮面条一样 就连冠军面包师傅吴宝春 与民厨剪天才试吃后都相当惊艳 面体我以为是跟刚刚我吃的事一样 结果不一样 你觉得都有各自的特色 我觉得这真的是蛮厉害的 蛮厉害的 有没有那种亲自到面摊吃饭 面摊老板 直接帮你这样献杀的感觉 还有它的那个胶嘛 就是它就是那个香气 那辣了它不会 就是其实我很喜欢那种辣是 比如说辣然后入口之后 它就散掉了 这款就有这样的特色 温顺的那种 对 然后麻 但是麻它不会让你不舒服 是很喜欢就是想要一口再接口 辣酱面或者豆食的那种拌面的那种味道 其实它整个的味道跟辣味 我觉得都 就跟料理一样 我觉得那个平衡是非常的好的 打破传统泡面局限的冲泡式非油炸面体 制作成各种粗细不同的面条 搭配旗下五大泡面品牌 推出五款泡面新品 要让消费者简单冲泡 就可以享受现煮面的幸福美味 以泡面来讲的话 台湾的泡面还是以所谓的油炸面为主流 但是我们一直在观察消费者它在泡面这个领域的一个需求 所以我们在几年前观察到这种所谓的非油炸面 而且是冲泡式非油炸面的一个机会点 所以我们在几年前推出的所谓相口干面 它是在测试整个市场 那从整个相口干面的一个销售的数字来讲的话 它每年它成长率都超过三成 所以我们觉得说消费者可能是 也是也部分消费者偏爱这种所谓 创暴式的非油炸面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动机 然后在结合我们的以往所专演的一种所谓的 创暴式非油炸面的一个生产的技术 然后两相结合 才会有今天这样的五款商品的一个推出 尽管台湾泡面市场已接近饱和 但冲泡式非油炸面的年产率却高达三成 业者一连推出五款新品 就是要在泡面市场开拓出新商机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 Oh yeah 今年的耶旦节 终于可以脱口罩露出帅气美丽的脸庞了 虽然大家把疫苗打好打满 不过在室内还是要注意防疫 才能够开心过耶旦哦 中家宽屏祝福大家 Merry Christmas 约旦节快乐 Merry Christmas 累积超过千万人寺观想的神韵艺术团 每年固定在12月底 会启动巡回世界的旅程 而在2月24号到4月2号 将在台湾隆重登场 台北 苗栗 台南 彰化 高雄五大城市演出 超过25场 观众可以现场体验到神韵艺术团 穿越时空的历史画卷 神话传说 色彩绚丽的手工制作服饰 栩栩如生的专理天幕 原创音乐跟失传的美声唱法 不仅是一场视觉饗宴 更是一身心灵的启迪 这件事你真的不能看到任何其他地方 这件事是超级的 超级的 超级的 并且感兴趣 给了我希望 这件事是很美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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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是美丽的 这件事是美丽的 我完全不能说了 这件事用了 这件事用了每个部位的身体 去治疗 这件事是一件事的 我必须说 这件事是一件事 神韵艺术团的艺术家 来自世界各地 其中还有不少神韵明星 来自台湾 演出详情 可以上神韵观望 欢迎民众把握机会 前往观赏 共襄盛举台湾之光 记者 陈淑萍 台北报导 十二位小小花仙子 引领民众由台北花季 明年一月开始到十二月 共有十二档花季活动 邀请民众体验丰富 担任这样的工作 在这一两年当中 我也在不同花季里面 我也重新去看 才能够的发展 最让我当中 会得到这样的 创意的概念是 让我感动的是 所有赏花的人 那我要跟大家说 你怎么赏花呢 我在当中得到一个小配合 就是 其实花的多美丽 从旁边拍摄的人 从旁边看到花的 脸上露出愉悦笑容的人 那就是花的美丽 所以我太喜欢在赏花的时候 看到旁边这些大姐啊 前辈啊 或是年轻人 看到花的时候 展露出她开心的笑容 那这些愉悦的表情 对我来讲 就是花的美 花的姿态 那这是所有的表现 影片里面的内容 就是从观赏者的角度 去取得 台北市民在赏花当中 得到愉快的气氛 那特别提示 今天有点兴奋是 我们的两面墙 已经融入了 今年的花季的时间点 让我不无期待 觉得说 我要带着我的团队 要开始进入这些发展的内容 因为 唯有到了这些发展的内容 你才能感受到 什么样的花 它带有什么样的香味 然后看有什么样的花 那这样的功课 对我们这样的大男生来讲 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很愉快的品味 特色就是一年到头 通通都有花可以赏 是 然后这个 从一月的台北花展 或是三层齐的花 这是春节可以去的 那再来二月有灯光搭配的夜音 甚至于这个后面的这个 杜鹃花季 郁金香 然后阳明山花季 那这个 暑假的中间 其实在 河滨公园 也有向日葵 那到了秋天了以后 还有这个 这个 我们最后的这个菊花展 那因为同仁 其实都是喜欢 点花乐草 那这样的一整套系列的 这个行销下来 其实大家就知道 每一年 这一年里面的每个月 我都有花可以赏 那像各位今天看到 我今天一上台 整个心情就变好了 我觉得市民朋友 应该多多的去花展看看花 放松一下心情 除了赏花 民众还可以参加 网路活动 有机会抽中美食住宿券 还有线上长辈图产生器 服务爱花的银法族 制作美美的赏花图片 在官网上面有相关的资讯 那长辈图其实还不错 我其实每天 这个 我当然还不是长辈 所以我现在没有发长辈 但是有很多的长辈 会关心我们小朋友 不管是天气冷的 或者是什么 那有相关的资讯 让我们 我觉得一整天的心情好 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对 花卉的那个心理测验 那从资料号到这个月底 就会有你上官网去做测验 然后会有 你在游戏过程中 他会跑出你命定的 最适合赏话的话 可以参加抽奖 最大奖就是万力酒店的 那个一束二勃的这样子的一个抽奖 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 今年特製做的这个杯子 以及我们特製做的这个运动 量感运动的毛巾 我们的主题 就是会爱幸福跟浪漫 所以从一月到十二月 所以所有的十二个 十二个发展的主题 都会在这个像这样子的一个 一连串的这样的主题 串延下去 事实上我们每个展啊 都有跟周边的商圈合作 比如市林团体 就会跟市林商圈合作 那阳明山花地 也会跟北投商圈 三分其花海 也会跟北投商圈 相关的商圈 周边商圈来进行相关的合作 就会陆续在我们 各自的官网上产生 那大家可以进去 我们这个花印台配的官网 它是一个入口网 那入口网进去之后 就会到达各个的 花展的相关的官网 去查询到最新的资讯 除了各地花季 台北河滨花海 则是一年四季 从古亭和霜二一 大家到盐平河滨公园 都可以沿着河畔 漫步欣赏美丽的 台北城市美景 感受浪漫气息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2023台北最嗨新年城 台北最嗨新年城 2023跨年晚会 12月31号 将在市府前广场举行 新一计划区 将从12月25号 进入交通管制 12月31号 跨年当天 晚上7点到隔天凌晨3点 将实施三阶段交管 第一阶段的管制 是在竹虎台搭设的时候 是在今年的12月25号 下午1点 一直到27号的凌晨 12点边 那管制路段 是在市府部的东侧 五个线道 还有新人爱路的一个范围 那第二个阶段 就会接续 从27号凌晨 一直到1月2号的中午12点 那整个市府部 还有新人爱路 都是我们的管制一个范围 那扣完年活动的当天 会分成三个阶段做管制 那三阶段的管制 如这个图所示 那范围是会随着时间 越接近这个活动的时候 范围管制会越来越大 那第一阶段 主要是在市府周围 比较小的范围 好像7点到8点 那第二阶段 就是浮上所示 红色的部分 会在晚上8点到10点 那之后会扩大管制范围 从周达公路四段引南 然后这个 松德路以西这边 还有光复南路引南的范围 比较大 就是最后一个阶段 一个管制 另外在这个跨远市府 转移在国道客运 有期待范围的部分 因为它在管制范围内 我们会把这些 国道客运的车量 做一个调度调整 那在连河豪的这个地方 会有一个临时的下课站 再往7点到10点 那等到这个 往10点之后 到凌晨3点的部分 整个范围内的 这个国道客运都会 遗忘其他人 站会去做一个挺高 上下课 为了输运人潮 工运处规划三线 擅长接驳公车 另外还有44线公车 配合延后收班 台北捷运则是同样 连续42小时不收班 为避免发生类似 梨泰院踩踏事件 今年增设进空缓冲区 把管制范围 往外扩增一公尺 避免发生意外 那今年呢 我们一样是两线进场 三线离场 那距离这个会场活动 周边最近的 板南线跟淡水新一线 是我们的进场路线 那离场的路线 从板南线淡水新一线 到松山新一线 这个周边 我们都鼓励民众 可以多利用这三条线 来做离场 这个是我们的 输运的相关的管制车站 今年的活动 主要在士林广场 跟101烟火 那在这周边的 四个重要的车站 包括四站五站 国富纪念馆站 跟101世贸站 向山站 这四个站是我们 离会场最接近的车站 这也是我们最重要的管制车站 那另外在周边 相关比较临近的 包括咏春站 宗教敦化站 跟新一安和站 这是属于我们的 一般管制车站 那另外相关的 重要的转程车站 包括西门 台北车站 忠孝新生 忠孝复新 还有大安站 这几个站 是我们重要的管制 转程管制车站 我们鼓励这个板桥新庄 湖州 松山这些民众 要来的话 可以搭乘板南线 那如果是心电 中和跟淡水方向过来的 那我们是鼓励 搭乘淡水新一线 这样子能达到 两线进场输运 分散搭乘进站 那在整个活动周边 我们也鼓励这个 来参加看烟火的这个 朋友 民众 都可以利用这个 周边的几个重要的 观赏 观赏点 包括 国富纪念馆站 新一安河站 跟象山站 这个都是周边相当好的 一个观赏点 那我们今年也是在 就整个区域的 就是在区域的人流人数上面 我们会做一个加浅管制 我们过去以来 一直都有做三级的管制 在我们的出口 在我们的这个闸门口 以及在月餐上 我们的人数 会做一定的人数的控制 所以我们会有人 去做这个现场的一个管控 另外呢 我们会在这个区域的人数上 我们加害能力 我们在这个 重要的区域加加害能力 让我们的整个 容疑人数降低 然后呢 也会加强宣导 就是要刚才所提到的 要尽量希望民众 能够配合我们的 引导人员 不要拖延不要急 因为今年的 不会因为我们其实今年 并没有这样 我们也去做一个 那个管制区的部分 今年就因为疫情比较缓解 那所以基本上就是 依照往年 还没有疫情前的一个 这样的模式 就是我们不会在 市府前的广场 来做一个管制的部分 所以人潮的部分 预计应该是 比前两年还要再多一些 另外北北基 计程车起跳价 确定从70元涨到85元 预计明年4月1号实施 汽车车运价 现在是启程70元 那会调整到85元 那里程是维持1.25公里 那研制时间计算的基准 就是车速每公里 每小时5公里以下的 有累计每80秒5元 调整到每60秒5元 那其余的运载项目就维持不变 那预计是112年4月1号的累计同步来实施 那第二个就是春节加价运价的部分 那我们的计算标准就是 以国定春节年假起始日往前加三天 那到春节年假最后一天止 那每趟次加收30元 等跟今年的部分是一样的 那112年春节加价的期间 就是从112年的1月17号 到1月29号 总共是13天 交通局表示 虽然12月31号是假日 但依往年经验 跨年晚会前后 北市各主要干道 仍会出现较多车流 呼吁民众避开塞车路段 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前往 记者领期会台北报道 Io饮食指导专班 至今已开办共37个梯次 Io们在营养师用心指导后 看到许多正向成果 及激励人心的回馈 他们透过每日撰写饮食记录本 包含餐食 饮水量 排便与运动等 经长久观察 身体指数与生活品质均有改善 今天是一个我们大概是 努力了12年的成果的发表 那每次我们看新闻都是 哪一位艺人疑癌过世 好可惜喔 那我们今天是一个正面的消息 让大家知道是 其实抗癌防癌很有方法 那这个方法是我们历时 12年的研究 那已经办过非常多成 照过了超过1100位的 癌友的一个很好的成果 发现四大指标有改善 你只要能够把饮食掌握好 尤其是离癌的人 千万记得不要瘦掉 不管你本来的体重怎么样 如果你现在正在做治疗期间 是千万不能瘦掉的 那所以呢 先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你一定要按照营养师的设计 那设计好好的努力去达成 守住体重 这是第一个关键 当你这个部分做好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什么呢 你就会发现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们体重管理搞定了 比方说我们的成果太瘦的学员 欸 体重上来了 那再来呢 如果太胖了学员 也能够小心的减重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很多抽血指标有明显改善 你会看喔 我们很多人就聚焦在癌症治疗 可是呢 三高怎么办 血糖啊 肝功能指数 这个很多东西都疏忽了 事实上这些指标 透过很好的饮食方式 不是只有抗癌防癌 其实三高这些问题也很严重 所以这个部分也应该要一遍照顾 那我们的研究证实就是 欸 也可以有很好的成果 那第三个部分是说 我们的生活品质的部分 生活品质的部分 我们其实是努力的照顾他们 用爱跟专业努力的照顾好学员之后 你会发现他们自我感觉的这个 自我 就自我效能的部分提升了 自我饮食管理变得很好 那再加上呢 他也发现他自己很像情绪的管控更容易了 整体健康的感觉 生活品质都有很好的提升 甚至睡眠品质疼痛 或是这些不适的感觉 他都能够有一些改善 癌友饮食指导专班 能有效帮助大家抗癌防癌 切经医学统计分析 证实有效 首先第一件事 我们的照顾对象是 我们是照顾癌友 所以任何什么种癌别 我们都要都欢迎参加 所以我们的癌症癌别种类有什么40种 那但是统计下来 跟我们政府的统计数字相同 乳癌是第一名 占了48% 那我们也很头痛啊 因为看到那个数据 年轻乳癌也很多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也有我们学员过来 那你知道新闻上看到好多艺人 三十几岁年轻乳癌 甚至就失去生命 好可惜好惋惜 但是在我们的照顾当中 我们很多年轻型的乳癌患者的情况 都相当的理想 其实我们已经照顾了1100位以上的学员 这次的统计数字 因为包括我们的要送IRB的申请 所以我们统计的数字有701位学员 那包含北中南三区都有 是 对对对 所以这是史上的样本数最大的 那我们其实努力了12年 第一年在研发 然后一开始是 我们一开始照顾是照顾多久呢 一年 那后来缩短成三个月 所以我们现在每一年的量呢 大概都可以照顾100多位的学员 北中南 那每一次照顾的学员 我们就会邀请他们上课 然后是三个月的时间 好他们会上三个月的时间 最重要一件事情 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饮食习惯是根深蒂固 然后可能来自上一代啦 所以说改变饮食习惯是非常难 但是呢它是可以改的 你改了之后你就有希望 你就有机会 其实就是我们的照顾方式 就发现他们的各方面的指标变好 所以你今天会看到我们乳癌二期 现在已经十年了 那还有我们的这个 淋巴癌脑转移 本来医生都要准备后试 他现在已经六年了 所以像这样的例子 我们真的很多 还有最头痛的是胰脏癌 大家都知道的是癌王 我们手边照顾好几位四期的 那医生的宣判是三个月到五个月 但是他们都超过两年 那虽然最终生命还是会结束 但是你会发现整个品质 他可以再利用这段时间努力去追梦 所以我们有非常多感人的故事 可以跟大家分享 简单来说 其实我们要教的方法就是 首先你一定要懂得要怎么吃 吃什么东西 量要怎么控制 可是呢 我们每天吃的饮食当中 难免都会吃的不对 对不对 所以有没有什么扎根的方法 我们就设计了一个健康两杯 一个是就蔬菜水果坚果打在一起 那你就把很常常没吃到的东西 都一定打在里面了 那另外一个是 就是所谓的高百豆骨浆 就是我们的豆子 黄豆黑豆浸泡煮熟 然后加上五穀杂粮打在一起 然后加上黑芝麻酱打在一起 所以这两杯是关键 所以怎么样优质适量 我们就用这样的方法教他们 然后每天检视他们的饮食技术 你发现越来越进步越来进步 然后从而有成效都跟着上来 那我们的饮食方法实在很 很希望推荐大家 我们的方法就是教你 首先一定要三招四式 那三招讲的是第一个 你的心情很愉快 很重要 这个干嘛都大家可以想见而知道 那第二件事情是说 我们希望尽量选择食物 减少食品 就会减少很多风险的添加物 第三个是健康的四式 四件事情 第一个要多样 我们选择食物 我们就叫他们花七花八 要七个颜色 那再来呢 那适量我们会叫他黄金密码 会设计好他的分量 再来是希望全食物 希望他尽量选择 比方说带皮 带皮的话就有齿化素 这个部分就会把营养素的含量密度 偷偷拉上来 癌症关怀基金会呼吁抗癌路不容易 越早落实健康饮食生活更是关键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Oh yeah 今年的耶旦节 终于可以脱口罩 露出帅气美丽的脸庞了 虽然大家把疫苗打好打满 不过在室内还是要注意防疫 才能够开心过耶旦哦 中家宽评祝福大家 Merry Christmas 耶旦节快乐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移化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富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集团关心您 走进位于中正公园排楼旁的信二路访空洞 原始的岩壁透露出隆隆的历史氛围 蜿蜒的坑洞甚至可以通到民宅 这处70年前用来避难的场所曾经是闲置空间 更一度被环保局清洁班队当成放置清洁用具的仓库 整个希望之秋景点 未来从这边可以四通八达到基隆坛 从基隆坛很快走一下子就很快到祖谷坛 所以连去祖谷坛也变方便 再来是大家以前要去儿童游戏场的部分 就在我们后面的儿童游戏场这部分 大家也要很辛苦甚至没停车位 大概只能社区使用 未来基隆市市民在对面的新儿停车场 停完走过来也可以到这个停车场上去 然后稍微我们的所有的 这附近的所有的爬山的步道 都去做的更轻缓的更整齐更缓的一个部分 所以大家未来要去篮球场 网球场 这整个都串出来 不过要建造这座上山电梯可不容易 基隆市这五方面特别采人工找紧技术开辟 施工难度颇高 它最大的问题是 它是一个拱形 是一个已经稳定 就不开挖不着洞的时候是稳定的状态 所以你想看看 你随便一抓它就会垮下来 然后所以最后 几斤建筑师想了半天 后来自己有一天想像说 挖紧的方式 所以这是用人工挖澡的 所以人工在上面要慢慢挖慢慢补 慢慢挖慢慢补 又没办法用传统的直接转 除了强化观光油气设施 配合全新建制的城市指标系统 加上周边停车场僻件 需要让游客来基隆不只是一日游城 也可以选择过夜 慢慢品尝基隆的城市魅力 未来游客来到这个地方 可以依据我们整个这个指标的这个系统 可以选择他想要旅游的地方 同时来基隆 他再也不是一天的旅游而已 可以说是过夜的 慢慢的品尝整个基隆的这个亮点 对于这一处神秘的防空洞对外开放 基隆市民也觉得很新奇 都市发展处方面表示 中正公园希望之秋相关改善工程 总投资经费已经达七亿多元 未来透过完工后的基隆塔 及新二路防空洞等观光新亮点 将可以吸引更多国内外游客到基隆市游玩 感受山海城串联的特色观光 记者张启腾基隆报导 基隆市议会议事组主任黄连茂率领 议事组职员到基隆城隆庙拜拜 祈求所有过程一切顺利圆满 基隆市议会第二十届议员宣誓就职 即议长副议长选举即将在12月25号礼拜天举行 市议会积极布置场地 国民党和民进党两个主要政党议员 席次旗鼓相当 13席对上12席 国民党提名蔡旺连角逐连任 民进党则推出同子委对战 双方都有输不起的压力 积极寻求其他六位五党籍和亲民党籍市议员的奥元 相较过往这届选情异常紧绷非常激烈 虽然以往也会到庆安宫妈祖庙拜拜 但是今年刻意避开 避免不必要的困扰 意识组遇到大型活动的时候 都会特别去祈福 祈求活动的顺利进行 这次也是一样 我们祈求在12月25号 进行政府议长选举 以及议员就职的典礼 能够顺利来进行 而基隆市议会总数31席议员彩记名投票 意识组展示第19届选票指出 第20届选票也同样规格 议长副议长选举投票第一轮必须16票过半才能当选 就算一方获得15票也必须进入第二轮延长赛 多数票者获胜如果票数在平手 就只能够进入第三轮由老天爷决定 也就是抽签决定谁是议长或副议长 我们依照地质法相关规定 例如说第一次选举的时候是14比13 因为他没有超过出席人数的半数 所以我们必须进行第二次的选举 第二次选举如果是14比13 这样子他就可以当选 如果万一第二次选举的时候 他是14比14 我们就必须进行第三次的选举 也就是进行用抽签的方式来进行 另外虽然新冠肺炎疫情趋缓平稳 但是也有可能左右这次议长和副议长选举 特别是万一有议员当选人罹患新冠重症 则必须住在医院以视讯方式宣誓就职 虽然有被选举权 但是会丧失选举投票权 如果罹患轻症则可以到市议会 没有影响到选举投票权和被选举权 因为疫情的影响 我们分成轻症跟重症 在重症的部分 他可以在医院透过视讯宣誓 以及他有被选举的权 可是他没有选举权 轻症的部分 我们会规划专责的办公室 让他在独立的空间里面 进行宣誓以及选举权 也因此市议会议事组 特地控出一间办公室 周遭用红楼隔开 作为罹患新冠肺炎亲证议员当选人 宣誓就职和投票使用 进出议会动线和其他人隔开 不准坐电梯 不能进入议事厅大厅 就在房间内设置另一个圈票处和投票票轨 最后再交由全身穿防护衣的议事组人员 转交进到议场内开票 为了确保投票的安全 我们规划了独立的通道 从他们进来之后 确诊的议员走楼梯 走上来到我们这边的独立办公室 然后我们由穿着防护衣的工作人员 拿票轨进来 然后让确诊的议员在这个独立的办公室里面 独立的投票 然后也完成秘密投票 所以不管是一位议员 甚至是一位以上 两位到三位议员 都在这个同一个空间 然后可以进行他们的秘密投票 如果是一位以上的议员 我们一样都同时在这个独立的办公室里面 进行投票以及宣示 国民党确定提名蔡旺连以及何淑平角逐议长和副议长 民进党则确定由同职委出赞议长大位 副议长人选则不提寻求和其他党派议员合作慎选的空间 记者吴俊松 吉隆报导 新闻主播出身 2020年被金融市长林又昌延描 接任综合发展处长 林昏峰负责统整市府重大施政计划 并与市府团队共同努力 让金融市施政满意度屡创新高 在市长卸任前夕 接到美国国务院邀请江赴美参访 林昏峰坦言一开始有点惊吓 不过这也是对个人与林又昌团队多年努力的肯定 就接到的时候其实是蛮惊讶 而且有点惊吓 那过去当然其实市长跟美国再来协会 我们大概在基隆 像是一些包括海科馆 或者是中央跟地方合作的一些议题上 其实大家都有一些交流 那我想过程当中当然 我相信这几年台美关系大概有大幅度的更加紧密 所以在基层的一些互访上 我觉得这是也是对我一个鼓励吧 那当然对市长的团队我相信这是一个肯定 林昏峰表示 参访主题将包括政府的透明度及问责制 希望把金融市长林又昌上任后 改造政府组织的成果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政治领袖广泛交流讨论 我觉得民主国家 就是人民是我们这些 不管是事务官政务官 他们是政府的主人 所以当然民众在民主制度下 有这个我们有义务去提供他们 他们有权利知道政府现在到底在干嘛 所以包括整个公开透明 我想不只是口号而已 这一次到美国也看看 世界各国在这些公开资料的处理上 大家有没有什么经验分享 国际领袖人才参访计划 由美国国务院主导 邀请世界各国政经及教科文领域的精英领袖人才 赴美进行短期参访 据了解包括副总统赖清德 及总统普秘书长李大为等 台湾各领域优秀人才都曾参与此项计划 金融市长林又昌在行政院服务时也曾获邀 林坤峰也期盼透过这次参访计划 能为台美深化交流尽一份心力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导 洛时幼儿园的小朋友报家音 用充满温暖的歌曲献上满满的祝福 今天很高兴带着我们的小孩来光荣加上幼宝科 跟他们一起同乐报家音 我们幼宝科的孩子也把他们所学的 跟孩子的互动 在这样的一个场合里面来展现出来 学姐学弟学妹之间能够和乐融融 然后有一个难忘的一个圣诞节 光荣幼宝科精心准备了两大节目 不只猜谜问答还有可爱的表演秀 客制化的礼物也让小朋友好惊喜 客制化的样式圈给小朋友 更酷的是这用600多个宝特瓶 组装起来的圣诞树 融入环境 性瓶 食安等教育议题 幼宝科学生展现绝佳的凝聚力 让满满的祝福分送到每一个角落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为了让基隆市中山区独居老人以及弱势家庭长者生活上更安全便利 国际福轮3490地区 基隆分区 包括基隆东区 基隆 基隆 基隆东南 新北北海岸 基隆南区 基隆永昌 基隆西北 基隆中区 新北瑞芳在内的9个福轮社 总共集资大约21万多元 捐赠210组浴室扶手和感应式智慧型灯具 支持基隆市中山区旗舰计划中 新兴点灯扶您的手的计划 协助中山区210户独居老人以及弱势家庭长者安装 减少跌倒受伤的风险 因为我们是在社会上基本上 大部分都是做生意的 那我们有余力 我们就把我们的资源 来做很多给 这个社会上面的一些所需要的民众 能够做一些资源上的分享和分配 那这边我也再次的感谢 这个德克发展协会 能够做为这个执行单位 那我知道你们 过去的七年 你们都是 很多都是经费自愁 或者是有一些单位来做一些捐助 那做得非常好 那所以我们在这边也呼吁 就是社会的善心人士啊 不管是我们伍佛路舍未来 的这个公益活动的延续 基本上我们可以继续的 来做一些相关的协助 我们男都未老 他搞的行动就比较不方便 尤其这样的冬天 他们会需要的 好的设备来保护他们 所以独朗是更需要我们大家去观察 本身也是东区福人社一份子的市议员 鄭文婷也认为 基隆将进入超高龄化 支持这项计划非常重要 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寒冬的季节里面 大家想到我们独居老人的一个安全问题 那一起来守护他们的这个 居家生活的一个安全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活动 那我想未来我们在议会也好 或者跟市府的一个联系商店也好 我们会希望市政府把这个当做他们奉取工作 因为基隆已经是非常非常高龄的一个社会 对于老人的一个居家照顾 真的是一个刻铺融化的一个意义 中山区旗舰计划中的新兴点灯扶宁的首计划 已经进行好一阵子 由基隆市政府社会处辅导 藉由母鸡带小鸡的方式 也就是由资深的德和社区 带领其他相关个礼以及社区之间的间隙合作 用善心厂商以及社会团体捐赠的扶手和登据 在个礼及社区免费帮落势独居 或是行动不方便的长辈 在厕所或是浴室安装扶手及电灯 提升长辈使用时的安全和便利性 避免跌倒受伤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市府同仁热情的向李又昌要签名留作纪念 先任前的最后一个上班日 基隆市长李又昌特别协同副市长林宏发 及秘书长黄俊毅 到基隆市政府各局处向同仁表达感谢及感恩 感谢大家八年来的支持与努力 协助他完成对市民的承诺 让基隆翻转蜕变 谢人之前今天是上班的最后一天 来跟各位说一声感谢 好谢谢各位同仁 大家辛苦 谢谢 谢谢 因为这八年来呢 基隆市政府的工作多了非常的多 我们的预算也从165亿左右呢 增加到220亿左右 所以预算跟经费大幅的一个成长 当然业务量也增加很多 当然我们市政的成果是丰硕的 不过同仁很辛苦 所以特别借着上班的最后一天 一一的跟大家道谢 满满的一个感恩 谢谢同仁们 对我的一个支持 当然也创造了基隆 城市的一个愿景 以及进步 许多同仁纷纷把握机会 与林又昌合影留恋 就连来掐公的民众 与参观的学生 也抢着与林又昌等人合照 现场离情一一 八年来接受林又昌市长的一个 带领跟指导 整个团队 我相信在工作上都有很明显的一个 进步跟得分 所以整个团队都非常谢谢 林又昌市长的那个指导跟带领 会不会不舍 会啊会不舍啊 林又昌也说 八年来与市府同仁 已经建立深厚的情感 要离开难免不舍 不过他还是勉励大家继续在岗位上努力 协助新市长让基隆继续向前 成为更好的城市 其实大家都相处了八年 都非常的有感情 所以特别来谢谢他们 离情一当然是会有的 不过我鼓励同仁大家向前看 这个继续推动基隆的一个进步 我想基隆的发展是大家 从事公职大家共同的一个目标 所以加油就对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 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我是蔡小写英文 对